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温室五天发生第三宗枪击案 加拿大房贷利率获以见顶 TELUS希望增加信用卡手续费 闪电席卷BC省南部地区 列治文山萤幕地突发枪击案 多伦多市区大面积停电 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五 我是Jenn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温室五天发生第三宗枪击案 温哥华市中心东端一女子遭枪击重伤 这是该市五天内发生的第三宗枪击案 周四早上 一个女子在温哥华市中心负伤走近一个路人 寻求帮助 路人于是报警 警方赶往现场调查 发现该女子身上有枪伤 伤势严重 在现场为该女子急救 然后送往温哥华医院就职 枪击事件可能发生在温哥华市中心东端 因为女侍主是在East Cordova Street附近向路人求助 另外两单案子分别发生在上周日和本周二 在上周日警方接报指称 一个男子走进Westpander加Richard Street附近的一栋社会住房大楼 然后向某人开枪 受害者逃离现场 但后来在市中心东端被发现 没有生命危险 而周二一个男子在Commercial Drive家 Gravely Street附近的一间房屋内被人开枪受了伤 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初步相信两宗枪击案都是有目标案件 对公众没有直接风险 正在调查该三案是否有关联 接下来为您播报家国新闻 加拿大房贷利率获以见顶 据彭博新闻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放缓 促使交易商对加拿大央行下月加息75个基点的压注下跌 隔夜互换市场显示 央行9月7日将借贷成本提高0.75个百分点的可能性约45% 这将使政策利率升至3.25% 为2008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建大7月通胀数据定于下周二公布 加国6月份的通胀同比涨幅达到8.1% 为1983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如果下周的数据显示通胀减速 或被认为已经见顶 央行行长马克莱姆和他的官员们 可能会选择较小幅度的加息 7月时央行曾做出加息100个基点的举动 给市场带来不小的震动 但分析师认为 将利率提高到限制性的水平是更明智的举措 同时对于加息冲击最大的抵押贷款市场 有分析师指出 5年其固定贷款利率在6月份达到5%以上之后 可恩已经到顶 TELUS希望增加信用卡手续费 TELUS公司正试图为使用信用卡的客户增加1.5%的手续费 此前一项集体诉讼和解 为商家从今年秋天开始增加附加费扫清了道路 在给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信委员会的一封信中 这家电信公司巨头表示 附加费旨在弥补信用卡支付产生的处理成本 本周一曝光的一份文件显示 TELUS正在寻求监管机构的认可 将费用添加到其服务条款中 TELUS的竞争对手贝尔、罗杰斯和Videotron都没有对此次TELUS的做法作出回应 TELUS在加拿大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 每个客户每月的平均费用为2美元 他们可以选择另一种账单支付方式 如借记支付或一次性银行支付以避免费用 闪电席卷BC省南部地区 周四晚的风暴在BC省南部内陆地区造成了约2617次累积 幸运的是目前并未造成大规模火灾 BC Wildfire的消防信息官员TELUS说 大部分的雷击都是伴随着降雨的 这些雷击在南部内陆分布的相当均匀 BC Wildfire定义的延期火灾 是指在火灾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处于休眠状态且未被发现的火灾 尤其是闪电引起的火灾 它们有时被称为僵尸火 虽然昨晚的风暴没有引起大面积火灾 但最近的大部分火灾都是由闪电引起的 加拿大环境部说 在周四雷暴最猛烈的时候 Camp Loops记录到阵风为每小时82公里 而Meritt的阵风达到了每小时近60公里 该是被超过23毫米的雨水浸湿 造成局部洪水 列治文山一幕地突发枪击案 8月11日在安大略省大多伦多区域的 列治文山附近的一个公墓中 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件 并导致了有两人受伤 其中一名男子有生命危险 约克区警方说 周四下午3点30分左右 他们接到报警前往Leslie Street的Toronto Muslim公墓 当他们到达时 发现一名受害者在一辆车内身中多枪 另一名受害者也被送往医院 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一个仪式上 似乎是有针对性的 他们还补充到事件发生时目的里挤满了人 目前警方还没有公布任何细节 但警方说他们正在寻找三到四名嫌疑人 他们乘坐了一辆SUV逃离了现场 虽然警方并没有表明这起枪击案件 是否与近两月来频发的暴力案件有任何关联 但还是提醒民众要保护好自己 并且让自己远离不必要的纠纷 多伦多市区大面积停电 8月11日下午左右 多伦多市中心靠近湖滨 医院区和Yam Dundas广场的居民反映说 多伦多市区突然发生大面积停电 据Global News报道 Hydro One电力公司表示 正在调查影响Toronto Hydro 及其市中心用户电力供应的问题 在停电发生的周四下午1点左右 Hydro One随机在推特上发布了停电消息 Toronto Hydro也同时在推特上表示 目前多伦多市中心有大规模停电 我们正在与Hydro One合作解决问题 同时多伦多警方也在推特上立即发布声明 提醒民众在停电期间注意安全 并且提醒到 如果交通灯熄灭 要把十字路口当作四项路口 以防止大型交通事故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 SG新闻 felt